你相信吗?太阳也会冬眠,小冰期即将到来。 如果从整个星系乃至于宇宙的脚步来看, 太阳只是银河系边缘的一颗再普通不过的恒星。 在千千万万的恒星中显得微不足道, 比太阳更大的天体弥比皆是。 但对于地球这颗太阳系中的行星来说, 太阳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存在。 地球的诞生、运行、变化都和太阳息息相关。 而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, 太阳更是有着造物主义般的意义。 如果没有太阳的光和热, 那么地球上也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生命。 太阳已经在宇宙中存在了46亿年, 是一颗正直壮年的恒星, 其作为主续星的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。 因此,我们现在是不用担心太阳会死去的事情。 不过,这并不代表人类可以高枕无忧, 因为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的天体一样, 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。 随着太阳状态的改变, 地球的环境也会受到极大影响。 因此,太阳的变化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才行。 那么,决定太阳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, 未来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? 和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不同, 恒星太阳的主要组成成分是氢和氦两种元素, 所以,它才能够一刻不停地燃烧着。 在目前的状态下, 太阳消耗的主要是自己的氢元素, 直到氢元素消耗殆尽之后, 氦元素才会接替它的位置。 而到了那个时候, 太阳的体积也会慢慢膨胀, 最后吞噬整个太阳系, 地球当然也不例外。 不过, 这对于人类来说十分遥远。 如果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到那个时候, 恐怕早就已经在宇宙中发现了新的住所, 能够离开地球了。 那么比起太阳燃尽, 目前太阳的一些活动才更加重要。 比如, 太阳上的黑子就是一种经常在变化的东西。 所谓太阳黑子, 在人们的观测中是太阳表面的黑色斑点。 那不是因为太阳这个地方熄灭了, 而是因为这部分有着非常强的磁场。 尽管我们看到的太阳黑子很小, 但其实, 这些黑子很多都比地球还要大。 它们在变化的过程中, 自然也会对太阳系内的行星造成不小的影响。 因此, 科学家们也对太阳黑子进行了长期的观测, 从中总结出了太阳黑子的一些变化规律。 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, 太阳黑子的运动规律大约是每11年变化一次。 在太阳黑子不那么活跃的时候, 太阳向外散发的辐射就会减少。 太阳系行星所接收到的热量自然也会减少。 不过, 这是比较普遍的变化模式。 很多时候, 太阳黑子还会产生不属于常规的变化。 比如此前, 在科学家观测之后就发现, 太阳黑子的运动或许会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, 进入一个运动低潮期。 正30年的时间里, 总体的太阳辐射量将会变少。 也就是说, 太阳即将开启冬眠模式。 那么, 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? 最明显的就是地球气温将会因为太阳辐射减少而变得更低。 当然, 这种变化并不是像某些科幻作品中所写的那样。 地球将会完全变成一个冰封的星球, 而是整体气温降低大约一度左右, 也就是会进入一个小冰漆。 那么, 这看起来只是一点点的温差, 究竟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? 其实不光有, 影响还很大。 那么,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, 这场将会持续30年的小冰漆,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吧? 这场小冰漆就相当于是太阳的冬眠。 太阳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都将会逐渐减少。 尽管按照数据上来说, 地球的平均温度将会减少1摄氏度, 但是我们感受到的环境变化可不是这样小的。 简单来说, 地球上的夏天将会变得更加寒冷、潮湿, 冬天的气温也将会更低。 许多以往不会出现霜冻、降雪、天气的地方, 也将会出现霜冻和降雪。 而原本就寒冷的地区, 在小冰漆则会变得更加酷寒难忍。 除了对于人类生活造成的直接影响之外, 还有对于植物, 尤其是农作物的影响, 这不容忽视的。 夏季是很多农作物收获和生长的关键季节。 如果降水过多, 气温过低, 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农作物发育不良, 影响到最后的收成。 而冬春季节的气温过低, 甚至很有可能造成农作物的大面积死亡。 这些对于农业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问题。 千万年来, 人类种植农作物基本上都是看天吃饭。 气温降低会让热带地区的农作物减产, 高纬度地区的农业甚至有可能颗粒无收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? 太阳活动的变化对于人类来说, 只可以观测, 但却无可奈何的一件事。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, 并没有改变太阳的能力。 那么人类面临小冰河期的来临, 就毫无办法吗? 其实, 也并非如此。 我们可以改变农作物的种植方式, 或者是进行品种改良, 以尽量减少太阳辐射的降低对于农作物的影响。 不过, 各地的发展程度, 实际情况都有着差异。 因此, 这样的应对方法也不是完全有着实际的意义。 不过,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, 在研究地球环境的整体变化时, 不能够只看其中一个影响因素。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人类所需要面对的环境问题之一, 主要是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。 于是, 也有观点认为, 小冰期的到来, 或许反而能够抑制全球变暖的灾难性影响, 甚至是相互进行抵消。 当然, 这样的情况, 只有在拥有了足够的数据之后, 才能够确定。 人类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, 无疑是十分渺小的。 我们没有去撼动这颗星球的能力, 更不可能去改变整个星系的运转。 面对太阳运动的变化, 我们能够做到的, 也只有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, 去适应环境的变化。 此外, 我们也需要充分注意, 不要因为人类自己的活动, 而对我们的环境持续造成负面影响。 毕竟对于宇宙来说, 地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, 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, 地球却是唯一的家园。